哈啰 大家好 我是迪迦 欢迎收看我们的YouTube Live 双云顶在2023年2月23号就公布了他们202末季的业绩 也就是2023年Q4 10到12月的业绩 那么他们公布了业绩的隔天也就是24号呢 他们的股价都是早上开低 然后之后是走高回来的 然后全天大马云顶是跌三三 然后云顶跟定是跌一三的 那么趁着今天星期日得空所以就整理了他们两个业绩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关注的这两间公司 他们末季的业绩表现如何 为什么还是亏损 那么开始讲他业绩之前 来做个disclaimer 这个影片里面所有内容的资料 经过散告 还有就要用途 绝对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请大家买卖师傅任何风险机会所不能一概不负责 首先我们先来说大马云顶 更定马来西亚的业绩 那么更定马来西亚这次的这季的这个营业额2.4B 然后profit是loss 它的loss是394M 那么这个营业额2.4B 是疫情以来 也就是COVID和MCO 2020年以来最高的一个季度 那么在2019 Q4 也就是pre-COVID的最后一个季度 它的营业额是2.4B 所以营业额已经差不多回到去pre-COVID的那个数值了 那么这一个2.4B的营业额 按年是成长28.9% 然后跟上个季度比较是成长7.2% 那么首先先来cap看一下它的这个季报里面 所做的这一个comparison 所以这一个是跟上个季度来比 所以这个是Q4跟Q3来做比较 所以这边呢就说了它各个业务的这一个营业额 还有下面就是EBITDA 所谓的EBITDA就是Earning Before Interest Tax Deposition 还有Armortization 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营业额的这一个分布 首先Malaysia的Lasier and Hospitality 也就是娱乐酒店这个业务 最核心的业务 按季是成长14%的 然后在UK和Egypt的这个营业额是稍微下跌50多个Million OK所以跌了一个15% 然后在美国还有Bahama的营业额也是成长8% 所以整体而言呢 在这个Lasier and Hospitality的这个业务 For Gending Malaysia 整个季度是按季成长8%的 那么它还有其他的这个Property 还有Investment 全部加起来是按季成长7%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它的这个EBITDA 它的EBITDA呢 For它Malaysia是成长5% 然后UK和Egypt是跟着下跌 因为营业额下跌 所以盈利也下跌18% 但是在美国还有Bahama呢 就成长16% 所以整体的这个娱乐酒店EO是成长4% For它的EBITDA 那么在整体的EBITDA也就是加了它的Property 还有Investment过后 按季是跌22% 上个季度有609.8个Million 但是这个季度只有接近473个Million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EBITDA里面是包含了Forex Loss 只是包含Forex Loss 那一些Investment Loss Return Off Retundancy Cost 还没有加进来的 所以这边呢 如果我们把它的Forex Loss加回去 也就是183.1个Million 所以Gending Malaysia在这个季度 其实有183Million的外汇亏损 那么上个季度呢 它是只有32.7Million的外汇亏损 所以如果你把外汇亏损加回去 那么这个季度是656 上个季度642 所以是稍微进步一个14个Million OK 那么接下去看下面呢 就是真正的EBITDA 也就是扣除所有的Preoperating Expenses 还有Impairment Loss 所以可以看到比较大的数字就是这个 Impairment Loss 所以大马云顶在这个季度又有Investment Loss 接近294Million OK 所以下面呢 还有一个可以看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Share of Results in an Associate 有关注大马云也都知道 这个Associate就是这个Empire Resorts 所以这个Empire Resorts在这个季度呢 又在亏55.4Million 把它的这一些 Empire Resorts算起来的话 那么它的Adjusted Adjusted的Profit到底是多少呢 所以我自己呢 就做了一个Table 给大家来一次过看 它对行5G的这个数据比较 OK 这个是Gending Malaysia过去5个季度的 营业额 GP还有Net Profit 所以单单看它的Growse Profit 其实这个季度是蛮不错的 OK就是在过去5个季度最高的 有590个Million 但是Net Profit是亏损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什么四项是需要Adjusted的 所以在这个亏损里面 其实是包括 294M的Impactment Loss 183M的Forex Loss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Differt Tax 所以这个Differt Tax呢 在很多公司都有 包括大马云顶 所以大马云顶在过去3个季度 它的Differt Tax都蛮高的 而且这个是一个Differt Tax Expenses 所以是多给的一个Dex 或者是延迟给的一个Dex 所以这个Dex呢 在这个季度有62.6个Million 还有一个0.3Million的Gain 所以我们把这一些Loss加回去 再把这个Gain减掉的话 那么它这个2022Q4的Adjusted Net Profit呢 会是145.8个Million 那么比起前面几个季度 除了Q1是亏损的 其他季度其实都是赚钱的 可以撇除掉这些 Other Gain和Losses的话 但是按年跟按季呢 它的这个Adjusted Net Profit 还是下跌了 看到吗 还是下跌了 所以前面的这些Adjusted Net Profit呢 我一样也是用各个季度 那个季度所面临的 不管是Implement Loss Florite Loss 还有Differt Tax 扣掉所算出来的Adjusted Net Profit 所以大家可以compare一下 那么为什么它的这个季度的Adjusted 后的Net Profit还是 按年按季还是低呢 我们再看一看多两个事项 它还有很多事项是影响啦 但是我找出两个比较关键 比较significant的 就是这个Empire Resort 也就是那个Share of Loss of 这个Empire Resort呢 在这个季度就可以55.4M OK 所以是会算进去的 再来就是Finance Cost 大马云顶跟根顶尔哈 它们都是属于高债务的公司 所以随着这个利率的增加 再加上它的Borrowing增加的话 它的这个Finance Cost 其实会越来越高 所以在最近这个季度 它的Finance Cost 有150.576M 所以最新最下面这一个呢 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吧 OK 不是它的adjusted profit 只是我要给大家看 如果没有这个Empire Resort 这个职公司的Loss 然后再排除掉 这个Finance Cost的影响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盈利呢 会是351.766M 就会是过去几个季度里面最高的 OK 所以这个季度 其实有被Finance Cost 影响拉底哈的这个盈利 那么这边给大家看 单单单看Empire Resort 所以这个Empire Resort 当时后 它讲用更定本来收购它 49%的股权的时候 其实很多股民都不是很满意 因为它是一间亏损的度假存 所以这个亏损的度假存呢 之前看上去好像 渐入佳境 它过去四个季度都是在亏损啦 像去年同一季 它亏接近57M 然后就越亏越少 一直到上个季度呢 它只是亏6.6M 所以就感觉 诶 可能有希望会转亏为盈 结果 在这个202的Q4 又飞回去55.4M的Loss 所以这个呢 也虽然这个数字不是很大啦 OK 50多个M 但是也是进一步有影响到 更定马来西亚的这个Profit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更定马来西亚 全年的业绩比较 所以是拿2022全年跟2021来做比较 所以可想而知啦 2022一定是比2021好 但是好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看哈 OK 这个Revenue 首先我们看娱乐酒店的 不管是马来西亚 英国 还是美国巴哈马的 营业额按年都是成长 其中马来西亚的甚至涨超过100% 在2021全年只有1.5个Billion 然后在2022全年有5.2个Billion 所以是差不多3倍多 Legend和Spitality 全年的营业额也是涨超过100% 去年只有接近4个Billion 这一年就有8.378个Billion 所以也是成长超过100% 当然全年的营业额也是成长超过100% 2022年有8.6个Billion 那么下面呢就是减去一些 Embattment Loss或者是Gain of Disposal 等等的其他来算出EBITDA 那么一样 跟刚刚的这个算EBITDA Adjusted EBITDA的这个情况一样 这一个Adjusted EBITDA里面呢 是已经包括了Forex Loss 所以如果我们把Forex Loss加回去 那么2022年的这个EBITDA加Forex Loss 就会是2.37个Billion 因为是2.38个Billion 2021年的Adjusted EBITDA是0.727个Billion 那么也加回Forex Loss 只有12.6个Billion 加回去的话呢 就会是739.6个Billion 那么大马云里的这两个数值 也就是EBITDA加回Forex Loss来比较的话呢 它全年是增长221%的 所以整年2022年跟2021年来比较的话 大马云里的营业额和营利呢 都是有不错的成长的 那么这个就是它全年业绩的比较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去到 Gending Bhatt的这一个2022Q4的业绩 Gending呢 这一次出的这2022Q4的业绩 营业额6.4个Billion 然后亏损168.7个Billion 那么这个营业额6.4个Billion 已经是它连续第三个季度破新高 之前2022Q2的时候 这个5.7Billion已经是新高了 然后上个季度继续破新高 这个季度再破新高 6.4个Billion 所以这个6.4个Billion的营业额 按年是成长31.5% QOQ是成长3.9% 所以一样我们来去看一看 它的这个按季的数据比较 这个是这季跟上季的营业额比较 所以下面还有Ebitat的比较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Table太大了 我放在同一面的话 会很小割很萌 所以我就先给你们看revenue了 因为它的业务会比较多 所以它的Table会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们分开来看 我们先来看Laysia and Hospitality 也就是最主要的业务 跟跟丁Malaysia不一样的是 跟丁巴哈有多一个新加坡 当然它的UK跟US 里面的Composition Act 跟跟丁Malaysia也是有一点差别的 OK 所以for Malaysia是一模一样 可以成长14% 按季 云顶新加坡呢 是成长7% 可以从上个季度 1.65个Billion 成长到这个季度 1.75个Billion for它的UK Egypt是稍微下跌 一个15% 然后US Bahama是按季成长13% 它的营业额 所以除了这个英国和Egypt之外 其他国家的这个 娱乐酒店事业 都是按季成长的 那么整体呢是成长9% for Nation Hospitality 再来呢 跟丁巴还有Plantation的业务 Plantation的业务呢 我们直接看这个整合了的啦 OK 所以从上个季度 797个Billion 跌到这个季度 776个Billion 所以只是稍微跌一个 3个percent OK 不会很多 是它 第二主要的业务 最主要的是这个 Nature and Hospitality 那么除此之外 它还有几个 不是很significant 不过还是有贡献营业额的业务 包括POWER Property Oil and Gas 还有Investment 所以这几个季度 加完过后 它的总共的营业额是 6.36个Billion 比起上个季度 6.12个Billion 是成长了 4个percent 多了240Million的营业额 那么接下去我们来看它的 Profit Before Taxation PBT 所以这个PBT呢 我们先来看 Malaysia的 Malaysia成长9个percent 新加坡成长7个percent UK Egypt Malaysia有营业额下跌 所以Profit Before Tax 也是跌18个percent 然后这个 U.S.Embahamas呢 非常亮眼哦 从上个季度 210Million的PBT 成长到这个季度 356.9个Million的PBT 那么这个 U.S.Embahamas呢 其实有包括什么业务在里面呢 这本给大家知道一下 U.S.Embahamas 它的这个里面 包含的业务 具有这个 Las Vegas的Reserval Reserval New York City Reserval Bimini 还有这个 Hilton Miami Downtown的这个Hotel 所以这几个都是Under Gendin Berhad 然后你会看到 Gendin Malaysia那边也有 U.S.Embahamas 但是营业额和盈利利会少很多 这是因为 Las Vegas是属于Gendin Berhad的 OK这个 Las Vegas Las Vegas的Reserval 但是我会看到 不属于Gendin Malaysia 所以你会看到Gendin Berhad的 U.S.Embahamas的营业额额依 都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个Las Vegas的 这个PPT贡献呢 就让他的 这个盈利 暗季是生长70个百分uly 所以Gendin Berhad的Laser 优惑神� 整体的 PPT那是暗季成长元 14个百分uly 那么它的PT Latino也是赚钱的 OK 它PT是赚钱 虽然营业而下跌 刚刚看到营业而下跌 但是它的PPT是成长的 会成长11.7M 相当于7% 那么加买它这些Power Property Oil & Gas Investment过后 它的Adjusted EBITDA是1.9B 比起上个季度2.06B是跌了7% 是因为里面包含Forex Loss 所以在这个Q4呢 它就有270.2M的Forex Loss 而上个季度只有11.7M的Forex Loss 所以加回去的话就会是2.175比2.085B 所以按季度我们加回Forex Loss是进步的 那么下面就是Adjust my其他的这些 Other Losses或者是Other Gain Farcal Value Loss, Disposal Gain, Impairment Loss等等 所以一样我也是自己做了一个Table 给大家来Compare 我们先来看Growth Profit 这一个季度跟Timber它的Compare有1.8B 不是最高的 OK 它上个季度才是最高的 它上个季度有1.9B 所以比上个季度呢 是稍微跌了一个100M 或者是0.1B OK 那么它亏准168M里面包含什么四项呢 总共包含一个403.2M的Empirement Loss 270.2M的Forex Loss 109.6M的Diffed Tax 还有66.5M的Other Gain OK所以这一些Other Loss and Gain I adjust过后 它的Adjusted Net Profit 会是547.782M 也就是过去5个季度里面最高的一次 最高的一个季度 所以Adjusted过后的Net Profit 其实是蛮不错啦 OK 500多个M 那么一样它也有自己的所谓的 它的Associate 还有它的Join Venture 所以它的Associate跟Join Venture 在这个季度是贡献亏损的 OK 大家看到红色的都是亏损的 在这个季度贡献了 接近97M的Loss 再来也给大家看一看这个Finance Cost Gainable它的Finance Cost 在这个季度也是过去5个季度最高的 484M 像去年冬季是400M之下 然后上个季度接近470M 这个季度就破了480M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Join Venture 还有Associate的Loss拿掉 再把Finance Cost拿掉的话 那么它的盈利是 其实超过1M 当然这个是给大家去compare Finance Cost是一个Expense 我们并不能把它adjust掉 只是说给大家看它的Finance Cost 其实是影响它蛮多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跟Timber 它全年它的表现是如何的 这个是全年的营业额 2022全年 还有2021全年 那么400M的营业额 全年是超过100% 从1.5 billion 涨到5.2 billion 新加坡从2021的3.28 billion 涨到这个季度5.5 billion 然后再来是UK 去年1.6 billion 涨到这个今年1.5 billion 而它的美国还有巴哈马 也是成长很多 从去年2.8 billion 涨到2022年5.15 billion 所以我们单单看 Laysia and Hospitality 2022全年 它三个国家 马来西亚新加坡 不是三个 四个 马来西亚新加坡 还有美国和巴哈马 这四个国家的这一个营业额 都是超过5 billion 当然美国和巴哈马是整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三个 都是超过5 billion 其中最高的其实是新加坡 新加坡贡献额最多5.5 billion 然后第二是马来西亚 第三是美国和巴哈马 UK的Egypt只占了1.5 billion 所以整一个娱乐酒店事业 它的这个营业额 暗年是成长超过100% 多了8.68 billion的营业额 所以暗年成长也是蛮不错 OK for更丁不哈 再来它的Foundation 跟去年其实差不多 只是多了一个76 million 多了3% 所以Foundation方面 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进步 然后再加买Power Property, Oil & Gas 还有Investment & Other School后 它的总共的 2022全年的营业额 就是22.38 billion 比起2021年的13.529 billion 就多了65% 所以它的营业额是 暗年成长65%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它的EBITDA OK它的EBITDA在 2022全年全部业务加起来 就是7.296 billion 我们进入到7.3 billion 然后2021年全年大概是4 billion 所以暗年是成长82% 所以这个Adjusted EBITDA 跟它一样是包括了Forex loss 所以我们加回这个Forex loss下去 它全年的这个Adjusted EBITDA 加Forex loss呢 就会是7.55 billion 而在去年2021年 它的Forex方面没有Loss 反而是有Gain 是有Gain 一个12.1 billion 所以我们扣掉的话呢 就会是4.005 billion 所以这两个数字比较的话 是暗年增长88.5% for更丁吧 那么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GIN join button 加入成我的YouTube membership 获取更多的专属资讯 如果你有意开一个网上的股票户口 你可以WhatsApp我017-392-6020 这是一个Direct Cloud 可以认购IPO 然后交易平台非常容易使用 还有止损下单的功能 这个时候我所有的资讯文章平台 欢迎你点击Description里面来加入 那么你对Cending Manager 还有Cending Bahad 这两间公司最新业绩 有什么看法 未来展望如何呢 欢迎你留言讨论 我在前两天呢 也公布了这个CAD EMS Bahad IPO的详细介绍 带你们一起来了解这一家 即将在3月10号上市的IPO股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这个公司 欢迎你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去点击这个影片来看 这一个YouTube Live 对Cending Bahad 还有Cending Bahad 也计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点赞 分享 还有comment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TCL 拜拜